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发力短视频的爱奇艺又喊出了新口号中国YouTube 频繁更换对标平台意味着公司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断迭代 不仅是爱奇艺 腾讯视频 芒果TV都在不断更新自己的业务框架 从最初的影视剧内容到游戏 实景娱乐 电商 短视频国内视频 网站业务越做越多 从最初的争作中国奈飞变成了争作中国迪士尼 但迪士尼真的是国内视频平台最合适的发展道路吗 发力自制形成的商业模式 在2004年之前 互联网已经出现了视频类服务 但未出现专业化的视频网站 直到2004年 乐视网成立 掀开了中国视频网站成长的序幕 2005年上半年 土豆网 56网 机动网 PPTV PPS等相继上线 成为国内视频网站发展初期的主要成员 成立之初 这几大视频网站便确立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乐视网偏向座椅影视剧发行为主的长视频网站 而土豆网 56网均定位为以用户上传内容为主的视频分享网站 后来随着奈飞的爆红 长视频平台兴起 爱奇艺 优酷和腾讯视频也相继加入国内这一细分赛道 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版权投入重金 根据深燃财经报道 2018年 腾讯视频的版权支出达到250亿元 爱奇艺的版权支出为100亿元 优酷版权预算300亿元 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任雨昕公开表示 爱优腾当年亏损金额均达数十亿 这意味着尽管收入国内外众多大片和热播剧后 三大平台的付费会员得到不断增长 但始终无法覆盖成本 如何避免大量烧钱 导致深陷亏损泥潭 成为各平台思考的问题之一 2012年下半年以来 视频网站逐渐深化各自的内容自制战略 在自制领域深耕 涉足影视剧制作 不但有利于视频网站降低内容采购成本 更有望通过反权输出 广告植入等手段 回收投资 实现盈利 推出这种权益的结果是 不仅视频网站获得了更多付费用户 也因为带来了很好的广告效果 受到广告主青睐 冠名偶像练习生的农夫山泉 因旗下一款产品 含有48次额外投票权力 一度卖到脱销 使得更多品牌商争相投放到平台的同类型综艺节目中 对于视频网站来说 这笔收入相当可观 当既偶像练习 升紧农夫山泉的独家冠名费就达到2亿 另有小红书等部匪赞助费用 而节目的整体制作成本仅3亿 影视剧方面同样有成功案例 全网史上首个播放量破百亿的网剧老九门播出的12集中就出现了7个插播广告 据老九门制片人白衣聪透露 这几个品牌差不多带来自5000万元的收入 广阔的商业空间 促使视频平台积极发力产业链上游 优酷在2013年明确了优酷出品 优酷自制综艺和土豆映像三大自制战略 同年搜狐视频推出梦工厂计划 腾讯视频也宣布将自制内容视为 未来内容战略的核心 众多视频网站在多年发展中不断摸索自制内容 同时通过财买版权让内容库逐渐丰富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消费心智也开始成熟 做不了奈飞也难成迪士尼 近年来用户逐渐建立起观看正版 为优质内容付费的消费理念 国内视频网站终于可以像奈飞一样 打造付费订阅的商业模式 但正如爱奇艺CEO公宇在某次采访中所说 该模式简单易用 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轻松复制 更重要的是 效仿奈飞不能帮助爱奇艺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 另一个原因在于爱优腾依靠内容付费获取营收的天花板较低 2019年起爱奇艺的会员增长开始放缓 2019年TOE至2020年TOE 爱奇艺订阅会员增速从58%下降至4% 订阅会员规模为105亿 目前爱奇艺仍处于亏损之中 但付费订阅的人数却已出现触及天花板的现象 对于平台来说非常不利 不仅是爱奇艺同为第一矩阵的腾讯视频也有该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 视频网站只能开拓更多业务 提升自身变现 比如迪士尼模式